这个地方又要搞这个灯光节 又有这些小吃 妈妈丑不丑 丑 我们打着红了 大家好 我是小韩 大家好 我是我瓜 刚带瓜瓜在这里玩 现在到晚饭时间了 先回去买菜煮饭 今天的话是三个大人两个小朋友 今天挑战30块钱 煮一顿丰盛的晚餐 到菜市场了 后来买两颗豆腐回去煎吃 再来这个卖海鲜 这里买点生蚝 刚才可以挖 带我来聊 什么 妈妈买点好了吗 买了买了 妈妈先去买点肉 最后来这里买点配菜 青菜 现在回家 哇 路上好多人 都是下班的人 菜买回来了 这里买了葱和辣椒 一共一块钱 生蚝10个15块 肉末12块5 豆腐4块 大白菜 昨天买了4块钱 一大个 吃了一半生2块 这里的话算五毛 前两天已经吃过肉饼了 今天就来吃这个肉碗 不过也是蒸 放这个蒜进去给它蒸香 在这边给它先备菜 生蚝好的话用多点蒜 给你吃吧 我爱你 嗯 我爱你 妈妈你干净一点哟 妈妈你干净一点哟 好的好的 菜已经备好了 现在准备来炒菜先 今天把这豆腐的话是不老不嫩的 我要这豆腐 好的好的 因为我之前买不太嫩的 它一间就烂 这种不老不嫩的 它现在干净了 其实我做饭的话是喜欢一边备菜一边煮的 但是呢 自己一个人拍就没办法盘 就备好菜再来煮 煎到两面炒了之后就给它装起来 接着炒这个肉末和葱 这个葱白先放下去炒香 再放那个炒面 如果不喜欢电粉锅 煎的那种水的话 就不用放电粉里 就不要放清水下去 然后再把这豆腐上去煤一下 先让它的豆腐入味一口装鲜 如果想要那个豆腐煮上面有点脆脆的话呢 就把葱炒了差不多之后 再把那豆腐放下去 然后把那个酱油盐放下去 炒烤烤就可以起锅了 接下来的话就开始炒大白菜 炒大白菜的时候 我喜欢放一些生姜下去 然后吃一下大白菜 你可以吃去 水分炒出来之后 开始下个这个粉丝 如果你这样煮白菜的时候 你喜欢放一些粉丝 用这个白菜煮到的汁汤 然后放点这个粉丝 它就会更好吃 加点酱油 增加点颜色 先开始来炒这个蒜和辣椒 给它放到蒸蚝里面蒸的 这个蒸蒸蚝的辣椒酱的话是 留一点点生的蒜蓉在外面 然后拿那个蒜蓉和那个辣椒先炒一遍 剩下的话再全部倒在一起搅搅搅搅 炒的时候再加点盐 给它铺上这个酱就可以蒸了 给它开大火盖上盖 蒸个6分钟到7分钟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生蚝的话就全部给它们弄辣的 因为我们三个都不能吃这个生蚝 所以就给它们全弄辣的 生蚝做时间了 哇香烹烹 那我们来吃饭吧 哇 你不能吃的 这四个菜就是我今天准备用30块钱做出来的 虽然今天的这些菜超出了几块钱 但是主要是吃的开心还是最重要的 报告我们先吃饭好不好 嗯 今天爸爸和姐姐还有罗俊还没回来 他们点击就回来 我们饿了我们先吃 好了今天视频就拍这里了 拜拜